就是把产品做好看 做得好用 把质量做好 而且价格便宜 我们引入了一个词叫性价比 其实在小米之前 很少大家用性价比这个词 用的是物美价廉 但是我觉得物美价廉可能说明不了小米 我们就用了性价比 对手不停在诋毁我们 抹黑我们顺便把性价比这个词也抹黑了 是吧 把性价比等于成便宜 低价劣质 我觉得这是被大家一个巨大的误解 我觉得性价比是商业圣经 是每一个公司竞争的法宝 就是性价比 除了奢侈品公司我不了解以外 几乎所有的公司 他们的竞争策略都是性价比 因为在中国十几年前 购买力有限 然后大家买东西 只要能完成功能 差不多就行 越便宜越好 大量的山寨货 2010年我们创办小米的时候 有一个巨大的想法 就是发起工业界的效率革命 因为你把一个东西要做得又好 又便宜 如果没有技术创新 如果没有效率的革新 你是做不到的